國民黨總統提議人韓國瑜 正式投入選戰全台跑透透 而他也透露自己已經有副手人選 我有行政院院長的人選 我也有副總統的人選 能透露嗎 都在我腦海裡 因為現在還沒有到公佈的時機 而且不是單數 是副數 韓國瑜的格魁副總統 都已經有兩位以上的人選 也已經開始接觸 會是誰呢 攤開可能名單 基層力拱的朱立倫 黨內份量夠也有足夠的行政經驗 不過他曾公開表示 韓朱沛是不存在的議題 至於張善政也能夠吸引知識藍 擔任副手的態度 則是要看是否為韓加分 不給韓壓力 而以韓國瑜小弟自稱的周錫偉 說對副手無所求 另一位黑馬 終身蛋的江啟成 則說韓江沛純屬傳言 自己要先拼立委連任 另外還有藍尾 許淑華 前內政部長李鴻元 台積電創辦人張周萌 都有傳言 韓國瑜請我要 我到報紙上看來沒有被迫 副手名單一長串 不是沒意願 就是加分效果有限 黨內立委不擔心嗎 大家看到這些檯面上的人選 都是我們國民黨最優秀的人選 那當然這些 我們最後還會評選出一個 能夠幫助韓國瑜 在競選總統這個路上 能夠相輔相整來行訴他 一定會萬中選一的 韓國瑜的最佳副手 黨內樂觀看待 不過目前檯面上的人選 拉抬選情效果實在有限 既然無法加分也不必急著攤牌 用時間換取空間 繼續尋找能加分的副手 才能讓選民眼睛一亮 華民新聞簡運林黃韻成台北報導 既然會有任何身動用 既然有能力